《紅樓夢》 我們看《紅樓夢》 第一、二回就會被一班鹹國 什麼假雨村、殷氏隱 裡面還有一個隱性的殷寶玉、冷子卿 這班人是搞到頭昏腦漲 但其實是不需要擔心 第一次讀《紅樓夢》的人 就要將假雨村和冷子卿 只要將他們一番的對白 若略地看一看 在他們口中所謂的 discussion 去了解《紅樓夢》裡面 主要的軸心和幾個人物結構 接著你會見到假雨村 就慢慢淡出淡出 淡出出了一個什麼人出來呢 就是淡代玉的人出來 他媽媽死了 於是一個孤女 就走進了賈府去投靠 淡代玉入場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淡代玉是傳書的女主角 所以他在第三回 經過冷子卿和假雨村這兩個閒角 大入場 淡代玉入場的方式很特別 怎樣特別呢 就好像我們今天看電影 電影的一種鏡頭 叫Point of View 簡稱叫POV 什麼叫Point of View呢 就是那個主角走進一間房間 一看 哇 嚇一驚 我們觀眾在鏡頭看到主角 嚇一驚的樣子 那他看到什麼呢 原來看到牆壁上面的角落 在鏡頭呢 有一個燕子搭成的窩 是不是 他看到下鏡 接著呢 開心 原來呢 我們才知道 這個主角呢 少少離家老大 經過很多年之後 他回到古居 但是接著 咳下來第二個鏡頭 那個叫燕子窩呢 就是那個主角的Point of View 他用文字 已經懂得用Point of View 用這個叫做人物的 那個罪事觀點呢 這個是很不得了 為什麼要選用林代玉 做一個罪事觀點呢 因為要借他對眼 來到進一步去描寫 冷子卿和解語村 在上一回裡面 講這個叫假虎 這個榮國虎裡面的氣象 這個冷子卿和解語村 只是講一個輪廓 這個輪廓一定要由林代玉入場 用他對眼 才能看得出更多的細節 就是更多的細節 我們看看他這裡怎麼說 這林代玉呢 常聽得母親說過 他外祖母家 與別家是不同 母親就是假文 他近日所見到 這幾個三等的僕父吃穿用度 以是不凡了 何況今次期間 因此步步留心 事事在意 正門卻不開 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 正門之上有一扁 扁上大書 斥造寧國虎五個大詞 代玉想道 且必是愛祖之掌防了 想著又往西行 不多遠 照樣也是三間大門 方是榮國虎了 你看看這個 透過林代玉雙雅 是說那個榮國虎的氣派 在他進入那個正屋之前 先看到寧國虎 寧國虎我們說過 是旁枝 與故事的主線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個叫移步換境 一步一景 然後帶引我們的讀者走進去 好了 現在進去 兩邊是超首遊郎 當中是村堂 各地方穿一個紫壇架子大理石的大插瓶 小小的三間廳 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 正面五間上房 街雕梁畫棟 兩邊是村山遊郎 商房掛著角色鸚鵬 畫眉等鳥雀 台積之上 坐著幾個村紅 著陸的丫頭 一見他們來寧 便忘都笑形上來說 剛才老太太還念 可巧就來了 於是三四人爭著打起臉龍 一面聽得人回話 林姑娘到了 你看看他那種高超描寫的技巧 在講完這個榮國虎外面的建築 走進去 他看到那些著陸 看到那些擺設 那些門面 裡面 種種的天井 還有廳房那種裝飾 然後 就聽到幾個丫鬟 在那裡吱吱喳喳 嘩 這句很重要 剛才老太太還念 可巧就來了 這個老太太是誰 假模 所以這個曹雪琴 是非常之厲害 是借人家那把口 去帶出 下一個主角 看到這裏 是否根本好像看電影 或者看電視劇 更多途徑 更加方便 立即加入我們 WhatsApp Telegram 和Instagram 多謝 9 9 10 8 10 10